河旺旅行 河旺旅行 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 现在已经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我们来的时候 车上顺路烧了一位去镇上赶敌的老大爷 后来得知这位大爷就是白手舞 国家级传承人 那天是去镇上买菜 舍米湖村子四周 长满了名贵的金丝楠木 据统计有六千多棵 紧带村子房前屋后 就有一百多棵 当时清代修北京宫殿时 曾有官员来考察过 但后来因为道路不通运不出去 就作罢了 老乡在聊天时告诉我们 很多年前 村里曾经分过一次 每户房后的几棵算自家财产 后来没分道的村民去县里告了一桩 结果上边来人把每棵树都打了标记 都算国家财产了 前几年一户老乡家 发现自己的猪圈是金丝楠木的 于是拆下来卖给外人 得赢五十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